嗨,大家好,我是Pen 我们看比特币已经暴跌了 他没有在这个36-37支撑这边反弹 反而跌破了这个支撑就是这边最强的这个地方 跌破了,然后剩下这个最后一关就是28-29 那么会不会跌破28-29 我个人认为如果他跌破了这个 他的可能性还会跌到这个20多 有可能是24-25 那么我们看这个Model Variance 它是Delay两天的 7号这个Model Variance是-0.67 那么是差不多进场了 这两天是暴跌的话 那么明天我们看的话应该是会减更多 你要记得减0.9或者是0.8的时候是真正进场 上次我讲的时候你可以进差不多是一半 真正要等的话就是赶赶去等这个24-25千左右 OK,就是低过这个28千 我们永远要记得今年是熊年 然后上一个视频我们讲说 这个第二个季度一定是会跌的 第三个季度有可能会上 第四个季度有可能会跌 这个是我个人估计的 所以这一次它应该是会跌 有可能会跌到差不多是 最好是跌到28-29了 这个COVID就是这个病毒已经是慢慢 慢慢在我们生活中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手头上应该是会有一点点钱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去进场那些比较有价值的币 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项目会出现了 有些人喜欢玩这个稳定币的 比如说这个孙哥的这个稳定币叫USDD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也可以进场 你问我意见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进场 为什么会 因为当每一个人去质疑它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玩一下 反正我们都不是说全部身家丢去这个USDD去赚这个38千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孙哥的这个USDD它现在已经来到多少 已经来到了30 31%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USDD是29% 你可以赚这个340.72%到1.82% 所以如果你要玩我觉得应该去玩了 没有什么问题 比起这个LUNA我觉得说 现在LUNA它是有可能会慢慢跌入这个死循环 它现在已经是差不多61块左右 60块美金 这个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做一个视频 怎样去做这个stacking和发明 OK我们现在我们要看有什么币是可以去入手的 我们要怎样去check 我们可以到这个crypto rank crypto rank这边我们可以去search说我们要怎样的币 很简单不了 就是我们去crypto rank.io.ath ath ath就是all time high 那么我们点击了这个all time high过后 我们就可以filter filter 然后这边就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比如说我想要进比较小的这个市场 然后又要有爆发性的可以吗 比如说我就这样选 30M 30M 那么在这个有没有人trade 24小时有volume 就是有交易量 就是差不多1M的这个交易量 或者是10M看你 如果是10M的话就比较稳 那么我可以看到 percentive from all time high 大概就是它已经跌了差不多99.7% 是比如说这个Jasmine 第401名的 它现在价钱是0.0156 本来它去到最高是5块钱 如果它回到去快半 那么你就可以赚到100倍 比如说ICB 这个是之前人家一直攻击它 现在剩下11块 之前需要400多块 那么我们也是要注意这个all time high的dead 因为比如说太久了 比如说这个Jackass 它是2016年 这个历史太久了 然后在这一次的这个Halving 它并没有上 这个我们就不能再看了 就是我们要在Halving过后的all time high 会比较准 OK 那么我们就看比较最近了 就是好像2020年 这个2020年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Fall coin 它去到200多块 现在是12块 我们从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 Top300名里面的这个Coin 是不是有机会 当然我们有很多Coin 我们一定要做研究 我们不是说直接看直接买 不能 因为有些它只是这样显示 有些它已经是有Split 有分通 或者是有拆分 还是怎样 这些我们都要去研究 这个Sushi 它曾经去到23块 现在是2块 就是你还有10倍的这个空间 比如说这个Graph 之前讲的这个什么Google of Web3 Google of Sun Dending 它现在是0.29 曾经去到2块8 也是有10倍的这个空间 那么我们都知道下一轮的这个Halving 是在2024嘛 那么在2015 它应该是会突破这个新高 我们是这样看的 所以我们看到2020 2021 这一些高点 在2025年应该会被突破 这个是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看的 这边有很多很好的币 看到吗 还有就是这个Engine Coin Engine Coin是0.968 如果要进场的话 我觉得0.5多会非常好 所以在这个CryptoRank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去筛选 如果你觉得这个CryptoRank 觉得是比较难 那么我们可以去这个 跨越Gecko 这边就比较容易 因为它只是选出这个100名 然后我们看这个红色最多 就代表它跌最多 比如说XRP 它曾经去到这个3块4 3块4 它已经跌了84% 但是今年它有去到高吗 差不多也接近2块 只是它没有突破 那么比如说Solana 它在2021年6个月前 它是去到最高 就是259块 现在是75块 那么这个是6个月的 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 OK 还有这个ADA也是 那么ADA 我们就曾经看到它是0.0多 那么如果它跌更多会更好 如果是有超过5倍或者10倍 会比较好 现在这个如果它是5,6,30才6倍 这个Solana差不多是4倍而已 LUNA现在是63块 它跌其实不是很多 然后在这边这个宽Gecko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觉会比较好 就是它已经跌了多少 我们看这个红线就对了 比如说Polkadot它跌了76% 很容易看 现在是13块 曾经去到54块 那么我们如果要看要10倍以上 是要超过80多巴仙 可能要接近90巴仙 你才可以看到10倍以上 很容易吗 比如说这个UNI它760是12 所以才6倍 80多巴仙是6倍 这样看就很简单了 那么Polkadot已经跌了90多巴仙 它曾经去到这一个200多块 在一年前 那么有些人说这个Storage是非常重要 所以是你可以看到它是可以10倍的 只要9的头就是差不多是10倍 8的头就是差不多是5倍 比如说这个AXIS它是8的头 是超过5倍 5倍是355 差不多150块 5倍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可以慢慢去选择说我们想要的 OK 这个GRT也是差不多接近10倍 看到吗 要久的就差不多接近10倍 所以非常简单 所以你们就在这个期间内如果你们不要做那么多功课 那么我觉得说你们就进入这个比特币会比较好 那么如果你问我说我会进什么 那一个会比较好 因为我会进比较大的市场 比如说我一直会看这个BNB 我很喜欢BNB最近 因为BNB还有这个ATOM这些我都会比较喜欢 因为BNB我觉得它的功能它越来越强 而且它只要跌 那么我们在这边我可以玩它的波段 其实是非常好玩的 然后ETH如果跌到差不多1500块也是非常好玩 这个比特币我是等它跌到2425到26 所以在这边要玩这个孙哥的USDT 我觉得你问我意见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玩 因为它毕竟是30多% 今年是熊年 然后如果我们要去找币 我们可以在这边慢慢去找跌了很多的 我们去进场 如果我们说我们不要贪心 我们说多一个三年有一个五倍 这边全部基本上你看到这个80% 70多巴仙是接近这个五倍的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篇文字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就按赞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